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爸说真的是那种那种那种牙齿咬得紧紧的那种手都想打人的这种 从困境起步 五年后周晓英成为五龙县最大的豪猪养殖户 看他如何找到事业腾飞的财富密码 您好 欢迎收看制服经 重庆市五龙县的周晓英从小家境贫寒 中专一毕业 他就去了上海 靠着打工和摆地摊 五年的时间竟然攒了五十多万 可让父母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2010年周晓英决心回村养殖豪猪 结果一年不到就弄得血本无归 可仅仅四年之后周晓英成了五龙县最大的豪猪养殖户 年利润两百多万元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哎呀 养殖场的几只豪猪跑了出来 其他豪猪纷纷跃跃欲试 出来了 出来了 经过了三番五次的努力 这只豪猪跳到别的眷舍穿门去了 而剩下在养殖场外悠闲散步的 引得其他豪猪纷纷哀嚎 要想把这些豪猪抓回去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它们相当的厉害 只要一靠近 豪猪便会生气 竖起全身的刺来示威 跺脚 尾巴咬响铃 还哼哼地叫 这都是为了吓退你 刚出生的小豪猪就带着刺 几天时间 刺就会变得坚硬 要戴手套才能抱住它们 而成年豪猪的刺更为厉害 扎在南瓜上的刺 看着像射进去的 实际是豪猪靠近目标物 用力插进去的 我这插进去都插不了 它射那么深 对呀 它的力气很大 就是我插那个洞 我只能这么一插的话 到这点 它那洞 比我你看要伸多了 豪猪的力气很大 它刺的南瓜 比起着用手扎的还要深 刺也很坚硬 虽然中间是空的 却可以提起很重的东西 这一只水掉到还挺沉的 彼此还要厉害的是豪猪的牙齿 它的牙齿既可以把马铃薯的皮磕掉 也能够咬穿很厚的水泥盆 豪猪的力气很大了 它因为它给你磕这个的时候 它嘴巴能咬得到 它给你拉着走 你看比较薄的 你看都成这样子了 都被咬成这样子了 它都磕了 对呀 它要磨牙嘛 这么厉害的豪猪 周晓英还是有办法对付的 现在它的养殖场内 共有538头豪猪 五年时间 它已经成为五龙县最大的豪猪养殖户 发展社员43家 年利润200多万元 而在周晓英最开始回家养豪猪的时候 全村人都很吃惊 周晓英家在重庆市五龙县茶园村 当别人家的房子早已修得漂亮 周晓英的家里却还是这幅光景 她的父母还在以最原始的手摇机器劳作 村里人都知道周晓英家里很穷 我说个实在话 养这个豪猪还是要花一定的经济代价的 没有一定的经济代价 你也是养不起来的 可是这么穷 怎么养豪猪呢 当周晓英毕业的时候 谁都没有想到 他带着五十多万元回来了 村里人都很震惊 一个学生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2004年 周晓英中专毕业后到上海去打工 卖过粮瓶 发过传单 干过很多种散活 最困难的时候 他还睡过桥栋 终于有个机会 周晓英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结果有一天和工友聊天 竟聊出事来了 我们晚上两个女孩时间做长了就会聊天 然后他就说他的工资是多少 哎呀我发现他的工资怎么比我多一千多呢 然后我们一样的时间 一样的上班 我说怎么会这样呢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什么学的 他说他是大专 哎呀就这样开始 我就想着我也要读书 我读了至少三年过后 我也比他多一点了 周晓英报了补习班 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一供妹妹读书和咱自己大学的费用 2006年考上了华东理工大学的成人教育 但他却不敢辞职念书 常常是白天上班 下班之后上课或者摆地摊 两年多的时间 周晓英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 其实我对他真的了解 应该是上午我去跟他 我大学毕业了 跟他一块住了一段时间 我才真正的了解他 他早上我们差不多三四点就去 城隍我们要拿货嘛 回来每天早上是三四点 十五点 每天我们货要更新嘛 回来之后就开始去摆摊干嘛 真是很辛苦 基本上我一天只休息 可能就晚上两三个小时 只休息 他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也从不给自己买新衣服 四年时间除了学习就是挣钱 靠着这种拼劲 公司把年薪涨到了十万 大学毕业的时候 周晓英手里已经攒下了五十多万元 一双女儿都在城市落了脚 父母本不再操心 可是周晓英偏偏要回来 还要搞养殖 这个举动把父母整崩溃了 气得天天骂的 周晓英 周晓英觉得白地摊 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除去开销 自己的公司在上海 根本剩不了多少 父母在家也没人照顾 所以他才想回来 在大学期间 他考察了很多项目 发现未养一头豪猪 仅需二百多块钱 然而却可以卖到两三千 利润空间很大 加上当时养殖的人很少 他才最终选择了这个项目 但是父母依然无法理解 我父母当时直接说 他不希望我回来 像农村嘛 有个孩子能够读大学出去 他都不希望回来嘛 回来在我们那边 农村说的是叫 回来又扣了个篱笆袋 老一辈子都是扣这个篱笆袋回来 现在你们年轻一辈 还会扣这个篱笆袋 谁愿意回来呀 那时候周小英一天三顿饭 都要就着眼泪吃完 然后就赶紧去干活 父母责备再多 也没能阻止他修建猪舍 包了家附近 一个三亩大的枯池塘 便开始动工 拉砖的车子上不来 周小英就自己把砖背上来 父母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然而看着女儿每天如此辛苦 即使嘴上说着不同意 父母还是帮着周小英 一起建筑厂 一上午 父亲就要背一千多块砖 压得背弯弯的 甚至要超过了体重 每一步走得都很沉重 父母的汗水 深深烙印在了周小英的心里 其实我谈到父母 我觉得最对不起他们 其实我父母真的很苦 你看在我们那时候 这个交通都没有 我们两姐妹读书 旁边人都会说 两个姑娘长大了 都是别人的人 你还供你的孩子读书 其他旁边的人 女孩子都很少读书的 基本上不读书的 二零一零年底 养殖厂终于建好 周小英只身前往湖南饮种 她花十四万元 购买了五组种猪 每日吸金照料 二零一一年 豪猪产现了十五只小仔 就在周小英 以为好日子要来临的时候 一次意外 又将它拉入谷底 养殖场盖好 银种回来过后 周小英什么钱都没有了 连油和盐都吃得精光 为了维持日常开销 她不得不外出挣钱 因此就把豪猪交给了父母打理 一时打竹笋卖 竹笋打完了 还要打茶叶卖 因为这次 马上可以见到钱了嘛 然后我又去 又去兼职 又去做个保险 做了两年 但是那时候 我们整个家庭的经济问题 就解决了 一天 在外跑保险的周小英 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让他赶紧回来 于是他立刻往家赶 当一进门 就被父亲的样子吓了一跳 我爸说真的是那种 那种那种 牙齿咬得紧紧的 那种手都想打人的这种 父亲为什么突然间这样呢 周小英一扭头 发现了让他难以忘记的一幕 地上都是血 小豪猪 全半身都被咬掉了 就那个虫肚皮后面还在 反正天安 当时觉得挺难受的 周小英以为是围墙间矮了 导致别的眷舍的豪猪 跳到了这边咬死了小仔 他赶紧拉砖修补 可令人更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接连几天 小仔被自己的母亲给咬死了 15只小豪猪 最后只剩下了俩 父亲又是气不打一处来 我在家里辛辛苦苦帮你养 结果养出来是这样 你去外面挣钱 到现在 现在还是几个猪 拿回几个猪 就增加两个猪 你养了啥猪 养了一年多的豪猪 没产生笑意不说 还给养死了 这让周小英很痛心 她明白 养殖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 于是辞去了保险工作 在家细心研究 这光秃秃的豪猪 身上的刺还可以再长回来 周小英却从这上面 发现了小仔被咬死的原因 豪猪那个刺呢 就是高蛋白质 如果它相互之间 在咬它的刺的时候 就是缺少严重的蛋白质 所以我觉得 从他们这里这样一说吧 我就觉得得到了启发 豆子里面的蛋白质蛮高的含量 所以说我就试着试着慢慢喂 然后慢慢开始 这个刺它也不咬了 后来再也没有那个小猪被咬了 周小英还发现 浸泡过的玉米发酵后 豪猪吸收得会更好 哪怕有一颗坏的 它都要给挑出来 而这往玉米粒中加入的东西 是周小英豪猪养得好的关键所在 她研究了五年才总结出来 见记者好奇 周小英让我们跟着它上山 去找一样东西 我们这边叫地风子 我不要书名叫啥 密密麻麻的植被覆盖整座大山 周小英还是一眼就从中看到了她需要的东西 它是专门制风湿的 因为我们豪猪嘛 有的他喜欢盘水嘛 就像我们人一样的那个膝盖 容易得那个风湿病啊之类的 然后用这个夹在里面 但是这个这么小 你也采多少个才能够用啊 基本上要采一千多个 走得这么久才看到这么一小 对啊 现在的时候才能够拔到 基本上我一天还是可以完工的 斗峭的山路 崎岖的岩石 周小英通常一走就是一天 野生的豪猪冬天只能吃到中草药 这给了她很大的启发 她拿着自己的豪猪做实验 总结的配方包含一百多种草药 并且根据季节变化而不同 放眼望去 周小英养殖场的周围 全都被她种上了豪猪吃的东西 胡萝卜 青菜 草药等等 她的细心照料 使得豪猪没有生过病 从抢食的情况 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健康得很 2012年底 周小英养殖场有豪猪八十头 这个时候 她想要找当地一家景区的狩猎场合作 对方不是很愿意 嫌周小英的规模太小了 怕她不能够稳定供货 狩猎场豪猪的需求量很大 周小英不想放过这次机会 她犯了仇 然而一年之后 周小英的豪猪数量达到了400头 顺利和狩猎场达成合作 它是如何使豪猪数量快速翻番的呢 平时一有时间 周小英就外出学习 给自己充电 一次回家之后 丈夫发现 她在养殖场上的做法 有点不一样了 通常 母豪猪产下小子后 周小英会将它们单独放到一个眷舍 以方便喂养 可是这次 她却没有这么做 因此将豪猪产子率翻了倍 你看哈 我这个是放的是一公一母哈 然后呢 她就下了小仔过后 在36个小时之内 她会发勤 然后会学配 到过后就说 一年可以有三到四胎小仔 就是说产量达到 就是说基本上达到 基本上要超过原来的两倍 这个样子 那母豪猪发情 公豪猪一定会发情吗 公豪猪是随时都可以发情 母豪猪它是 它是有时间的 在以前 一个眷舍会放三母一公的豪猪 下过小仔的母豪猪之所以分离出去 是因为地方太小 怕其他豪猪攻击小仔 现在周小英改成了两母一公 下过仔的母豪猪不用被单分出去 也就实行了二次交配 用四种方法 周小英豪猪的产杂率 一下子提高了两倍 截止到2013年年底 她的眷舍出生了150只小仔 存栏量达到了400头 顺利地跟狩猎场达成了合作 这一下子 让周小英在当地打响了名气 很多媒体都对她进行了报道 有不少人都想跟着她干 记者来采访的时候碰上了一个女学员 她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 你摸 你摸 你摸来点 这个两个腿之间 如果你摸到这么长一根了 这个公仔 为什么摸不到这个豪猪 再过来 那边就有你自己 自己了 你自己摸一下 你不要摸就有什么 没有 是什么啊 是啥 它叫公仔 公仔 把那个旗拿过来 公仔我们打一个计 那 那 那个旗 它看没有 原来养殖的第一堂课 就是教她们如何分辨公母 这个需要自己用手去摸 周小英的女性身份 让这些女学员不再有所顾忌 因为可以挣钱 再不好意思 也要干 找她的人多了 周小英就顺势成立了合作社 她会把自己的技术 毫无保留地交给社员 大家对她都很信任 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刚开始肯定也是 有一点保守的吧 后来经过进一步了解了之后 就感觉确实 周姐的个人能力 确实令我非常佩服 所以我现在决定 死心塌地地跟她干了 她要来回访的 猪养到什么程度 她要来看一下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她都随时都要跟我们说的 所以说我对她比较放心 如果说她没有她这个经验 我们盲目地养的话 可能会走弯路 因为她现在已经走过弯路 我们现在 然后踩着她脚印走 我们就是走直路了 随着养殖豪猪的人的增多 周小英开始琢磨 如何凸显自己的优势 一次逛超市 给了她很大的启发 不是经常有时候光超市 看一下别人的猪肉 它就会分成很多份 然后我就想到我们豪猪 是不是可以这样分成一份一份地卖 这样可以提高它的价格 而且利润比较大一点 看一下别人的哪一个部位 卖的什么价格 你就预计一下 你的那个价格 然后适当的百分之几 百分之二十 你的利润有多大呀 就得到启发嘛 然后就开始做这个事情 周小英意识到 分割会比活体销售利润大得多 于是便开始和丈夫一起研究 俩人试验了很多次 还特意到外面去学烹饪 终于总结了一套合适的方法 为了增加可信度 周小英将自己的工作照 制作豪猪的方法都放到网上 这个举动使他的豪猪肉 卖到了一些酒店餐厅 这个肉吃起来嘛 口感特别稀里 也没有什么那种伤味 这个嘛 也是个特色嘛 让郭凯就看到我们这个特色 除了吃其他 还能吃到豪猪嘛 他都会来我们家店嘛 因为生意会更好嘛 周小英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他同一个电商达成了合作 把豪猪产品推到了网络平台销售 同时腊肉豪猪也在研发中 他要把分割优势发扬下去 因为豪猪繁殖速度的制约 加上周小英的豪猪肉品质又好 截止到今年 他已经没有商品猪可以出售了 合作社销售额达到了六百多万元 他是走出去 是从农村走出去 他也扔了这个土地 有回报家乡 他是我们当代大选生 返乡创业的顶先胜利 带领我们老伯姓 自己 共同致富 这个当初摆地摊 睡过桥洞的女孩 凭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在迈向更好的人生 不管你做什么 不管你做任何职业 你才开始都不亲力亲为 你又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过癌的 在中间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期间发生过什么事情 你都不知道的话 我觉得如果真的在后面 你就算做大了 过后遇到最基本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的话 可能就是倾家荡产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就觉得才开始 不管从你一开始做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亲力亲为 你要知道整个流程 你要知道一个细节 哪怕一个小细节 你都要知道 周小英从未抱怨过家庭的贫困 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一点点去改变这种局面 在他身上 我们感受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 他让我们相信 命运永远是掌握在行动者的手中 好的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好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和他 他和他双胞胎兄弟养青蛙 青蛙没养成 却成了村子里出了名的败家子 一场尖叫不断地抓青蛙大赛 天哪天哪天啊 一次惊心动魄的青蛙冒险 啊它动了 它要咬你 天哪你真的还有这样的东西 看湖南省岳阳市的双胞胎兄弟 蔡凯与蔡成 如何用青蛙改写命运 实现财富梦想